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,我是饶一鸣 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恐暴袭击事件导致三死七十九伤 著名媒体人士高于被失踪,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数千越战老兵聚集北京中央军委,要求提高福利待遇 温州当局出动数千警力,强制拆毁三江教堂 北京、上海等地访民聚集抗议国家信访局不再受理越级上访的规定 劳工委群人士林东因为协助东莞育员协厂员工罢工而被当局批捕 杭州市民游行示威,抗议政府在中泰乡修建垃圾焚烧厂 福建福州市一名男子疑因家庭纠纷驾车撞人,导致至少六死十三伤 江苏保应县上千教师罢课要求加薪 海南三亚市协警打伤路人,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批评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纪念425上访15周年 全球首座六四永久纪念馆在香港开幕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,我是姚一鸣,谢谢收看,再见